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基乔比布莎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基乔比布莎了一条体长,约4.5米,重达363公斤的巨型鳄鱼,这条鳄鱼曾捕食来食堂边喝水的牛,严重威胁到了当地农场牲口的安全。 当地奥特维斯特农场的主人李莱特西河,他亲来的猎兽布莱克,在牛群的饮水池发现了这条猛兽,我们还在水里发现了牛的遗骸,这条鳄鱼肯定是趁着牲口来喝水,的时候捕食它们,潜伏四天后,这条鳄鱼终于在离它们6米左右的地方浮出水面并被射杀,由于这条鳄鱼体型庞大,简直就像史前生物,人们不得不开来拖垃圾, 才能把它拽出水池,这也是它们能够在照片中自豪地展示饥饿的全貌。 李莱特西表示它们打算卖掉鳄鱼肉,并且将得来的钱捐给慈善机构,然后将这罕见的巨兽制成标本,在狩猎展上向大众展示。 看完有什么想法,欢迎留言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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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